闪光丸皮蛋 闪光皮卡丘 闪光雷一波 闪光三合一磁怪 一个小小的道馆里 训练师竟然人手一只闪光宝梦 真是那样瞎我的眼 今天我们来到一款新游戏里挑战电系道馆 按照道理使用地面系作为稳妥 但是我就喜欢命运属性挑战 而我用的则是神系神兽盖欧卡 小喽喽没啥好说的一路平推 就是他们手里的闪光宝梦真是羡慕死我了 终于来到道馆馆主马之士的面前 按照惯例 马之士对于主角还是一顿嘲讽 我们也不惯着他 拿出盖欧卡叫他啥叫做礼貌 马之士第一只宝梦是PD电球 盖欧卡直接两发冰冻光束 将他打到石油战农裂 马之士第二只宝梦就是雷秋 然而没啥好说的 一发根源波动直接送走 而马之士最后一只宝梦竟然是闪光皮神 虽然很稀有 但皮卡丘真的很脆 一发直接秒杀 最终我们也是成功拿到了橙色徽章和技能机 这款游戏目前已经上线 游戏里不仅有急剧化对战系统 甚至还能刷太近坑 能捕捉第九世代神兽 简直不要太爽 赶紧点击左下角 一起来玩吧